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市老板不但没有将烟花爆竹等毅然易爆品隔开存放 甚至还在储存的区域开火做饭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林警当即将所有烟花鞭炮进行收缴 而在另外一间芙蓉兴盛超市内 同样也存在非法储存鞭炮烟花的情况 林警依法对两间超市的老板刘某欧某进行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如果经营者想要经营烟花爆竹相关产品的话 必须就在相关的政府部门办理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 请不吝点赞订阅